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 今天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温馨小卧室 还有一些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有了他们收纳变得是半功倍 生活变得更精致哦 一起看下去吧 卧室床距离柜子太近 又害怕打不开柜门 可以用这个床垫置物架 设计非常巧妙 插到床垫底下就可以被牢牢的固定住 随手的茶杯手机都能放置 自带卡槽和穿线孔 不仅不影响手机充电 还能放上平板GGG 床头杂物太多无处安放 快贴上这个可爱小篓 这些小东西终于有家了 还可以随手放下手机 底部有个小镂空 也不影响手机充电哦 再有描信人 粘毛器必不可少 我发现了一个可以伸缩的超长粘毛滚刷 清理床上的毛发再也不用弯腰 而且窗帘上 抱枕上 家具上都可以使用哦 清理完那一层直接撕掉 套上盖子方便下次使用 或是床位我放了1米5的书桌 来看看我的书桌好物吧 小东西我都放进了这个收纳盘里 每一层用标签分类 找的时候一目了然 我还给电脑安排了一个小架子 中间有隔层和小抽屉可以放文具 最底层还可以收纳我的鼠标键盘 在旁边是一个迷你的可爱收纳盒 所有的文具和小摆件都放在里面 你以为这是个易拉罐 其实是合适纸巾 直接打开易拉罐抽拉使用就可以了 平时会用来擦手和书桌 这个复古猪台和可爱小花 其实都是香薰蜡烛 平时舍不得点摆在那 就有香气扑鼻而来 真的超级少女心 办公室我都会用这个迷你养生壶 给自己来个美颜下午茶 把水烧开后倒入银耳红枣冰糖 煮40分钟后就可以享受美食啦 喝下午茶我都会用这个很有仪式感的杯子 自带小勺和杯碟 小花的图案用起来心情特别好 有时候还会用它烧水泡个花茶 有不同温度可以选择 实现热水自由啦 还自带一个小真架 早上给自己蒸个鸡蛋也特别方便 小小一个放在台面完全不占空间 而且内袋是不修钢的 没有胶圈 不会藏物拿购 非常好清洗 或是没有装电视特别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设计大小物件都能放 自带滚轮挪动也非常方便 床下的宝藏空间也不要忘记利用哦 我发现的是这种超薄超能装的收纳盒 价里的一些杂物都可以放进去 再到床下整整齐齐 可以放三到四个 也不影响美观 总厚度不到15厘米 真的决绝子 好了 今天的好物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小星星和关注哦 下期见吧